那如果不是要算整个圆 我只是要算部分的圆 我还是一样先算出一个圆 然后再看它占几分之几 一个圆一圈360度 然后呢再看它角度占几度 那这个就是它的 对 跟扇形一样 对没错 再来我们看到讲解6 我们先把这个完整的圆画出来 那这个扇形呢 它是整个圆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一个圆是360度 所以我们先算一个圆 半径乘半径乘3.14 这是一个圆的面积 然后呢它占几分之几 360度分之150度 不是三分之一 要再约分一下 它大概占了 十二分之五 那这个 十二还可以往前约分 十二还可以跟前面的数字约分 跟这个十八 六三十八 六二十二 还可以再约分 还可以 二九十八 那接下来我们剩下这些数字要成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很小心 怎么样成才会快 绝对不是按照顺序 怎么样成比较快 五喜欢去找 最后一个是偶数 这个五先去乘他 对 然后九三 二十七 一五点 一 然后再用直式把二十七乘一五点七乘开来 乘开来就是四二三点九 然后再用直式把二十七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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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 我们再看下一题 右图是四分之一的圆形 四分之一圆的扇形 弧长是一五点七 请问你圆的面积 这个扇形面积是多少 那我怎么求半径呢 我要先知道一个完整圆的周长 那一个圆周长怎么算 对 先乘以四 乘以四是整个圆周长 然后再怎么样 除以三点一四 对 再除以二 那也就是直接除以六点二八 六二点八 除以六点二八 哦 所以半径是十啊 好 除以三点一四再除以二 就是除以六点二八 那半径是十算出来了 面积是多少 半径 所以半径 乘以三点一四 那么他占了四分之一 那这个四分之一 尽量不要跟这个十约分哦 尽量不要约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十乘十一百 一百再乘三点一四 就三一四啊 那三一四 乘以四分之一 就是除以四的意思啊 四七二十八 四八三十二 四九三十六 四五二十 如果你拿四去跟两个十约分 会变成五乘五二十五 二十五再乘三点一四 比较不好算 除以四比较简单 好 到了吗 好 再我们往下看 我们再看讲解吧 请问你涂色的面积 涂色的面积就是正方形减掉扇形 那正方形呢 就是六乘六 扇形呢 是六乘六 成三点一四 的四分之一 好的 四分之一 好 那这边就可以约分了 这个是 那就是三十六减掉 九乘三点一四 就是九四三十六 九一得九 九三二十七 然后三六减二八点二六 小数点要对齐 好 然后这里要记得补零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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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个形状啊 我们会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 公形 像不像弓箭的样子啊 我们叫做 公形 扇形 剪掉三角形 扇形 剪掉三角形 就剪掉这一块 那扇形 那扇形呢 来 我们扇形怎么算呢 半径 乘半径 乘三点一四 的 几分之几啊 90度是几分之几 对啦 那三角形呢 底层高 除以二 好 那除以二我们习惯写成 乘以二分之一 好 那这个四呢 刚好又可以约掉 好 所以这边就变成 三点一四 减掉二 就是 十一点一四 哦 就这样 哦 这里就约掉了 就等于这个二啊 这是扇形啊 这是扇形啊 啊 这是三角形啊 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眼睛 眼睛 那这个眼睛呢 他就是两个公形 眼睛 眼睛的形状呢 就是公形乘以2 那公形怎么算 那所以呢 他说重点的部分就是这个眼 他要算眼形了 哈 那就是先算一个扇形 先算一个公形再乘以2 啊 那扇形先算一个扇形扇形就是 半径乘半径乘3.14 然后的1 4 先算出扇形来 啊 然后这个 25 乘以 5 好 先承过来 这边承过来 啊 这是7 8.5 那乘以4分之1就是除以4啊 好 乘以4分之1就除以4 好 啊 19 点625 还没啊 这样只是一个扇形而已 还没剪三角形 三角形底层高除以二 底层高除以二 然后弓形 这样是七点一二五 那眼形就是把它乘以二 觉得很难 对啊 这样就懂 我的经验是这样 我这样教每个同学都会 都听得懂 但事实上算对的机会 其实不高 为什么 数字很大 那这一题其实还有一个更精简的方法 好啦我要插掉再算一次了 不用啊 哎呀我要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但 不用插掉不用插掉 我 我教完你一定不会用这个方法 因为你们都会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啊 你们都喜欢用安全的方法 你们都喜欢用安全的方法 哦这个才听得懂啊 那个 好麻烦哦 因为另外一个方法需要你画图 需要你画图 画什么图呢 另外这边啊 啊 又没有关系 铅笔而已啊 谢谢大家 你们发现什么 一个眼睛 切成两片眉毛 这个 就等于 半圆形 扣掉一个正方形 它就变成一个半圆形 扣掉一个正方形 这样看懂吗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 半圆形剪掉正方形 你如果想要用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可以不用操啊 我看开了 这个方法教一百年也没有人要用 啊 对啊 我都是用这个方法 学生 遇到考题的时候 99.999%都是用第一个方法 好算啊 25% 25% 把它抄起来吧 另外一种算法是这样 抄起来啊 不然呢 你可以用便利贴来抄在旁边呢 另外一个方法 你看 这个算式就比较少 但是需要你是把它画出一个半圆形 好 那我们要进行下一题 咯 这里也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把它切开来 等一下 我 我 我不用第一个方法 好 如果当你不会的话 教你一个最白痴的方法 对 就是 先算出一个公形 然后再乘以8 好 但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因为 太麻烦 当你真的想不起来的时候 可以这么用 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好 那你们发现什么 这四个眼睛可以把它分成8片眉毛 叶子 好 那我们就一个圆 一个圆扣掉一个正方形 好 好 好 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算出来是一个圆 然后一个圆扣掉 这里面 这里四个三角形 我把它合并成两个三角形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上 底层高除以二 好 然后 再把一二点五六 减掉八 然后 减完八之后再来乘以二 然后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啦 就是你先算一个眼睛 然后再把它乘以四 不好意思 那这个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 是啊 认真了 这个真的很难 你们这样笑真的学不起来了 好 好了 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把它切成四个眼睛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背过眼睛的公式了 对啊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我们刷一个眼睛再去乘以四啊 眼睛的公式刚刚有没有记起来 半圆形剪掉正方形 我刚刚 半圆形剪掉正方形 这样才会快啊 我就说你都只会记得第一个 第一个都不用学啊 第一个就是 那就半圆 半圆形 剪掉 半圆形剪掉正方形啊 半圆形 半圆形剪掉正方形啊 然后再乘以四啊 然后再乘以四啊 好 也是一样啊 好 先算一个眼睛然后再乘以四 你也可以算一个公形然后再乘以八 好 好这很多种方法 这很多种方法 看到了吗 好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题了 好 再来看 呃 这是一个等要直角三角形 他一个内角就是45度啊 那涂色的面积呢 那就是半径乘半径 半径乘半径乘3.14 然后的 360分之45度 然后这个你把它约分 他就是 八分之一 你把它约分 他就是八分之一 啊 这个不要分开乘 因为乘完就是314 那乘以八分之一就是除以八啊 你就把它 你就把它除以八就好 好 我们就把它除以八就好 对 好 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要算中间的面积 啊你仔细看了哈 你仔细看 这是一个正方形 减掉四个扇形 那这四个扇形合起来 刚好一个圆形 对 所以他就是 正方形减掉一个圆形就好了 正方形减掉一个圆形 这四个扇形 六四二十四 一八八四 九四二 啊 什么一八八系啊 一八八 你爸爸 你爸爸四个 哈哈 啊 那中间的这个 忍者飞镖呢 中间的飞镖就是相减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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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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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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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用一条绳子12公尺的绳子 把一头羊拴在羊色的角落 如下图 这头羊活动的面积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这样子 他的能够活动的面积 这样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12乘12乘3.14的四分之三 那这里可以约分 尽量要约 然后这36乘以3是108 3.14108 啊 这个 8 4 32 8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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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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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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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